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整个欧金受到欧债的拖累 特别是欧洲的经济第一大国德国 俄罗斯采取报复手段 因此针对了波兰和保加利亚停止供应了天然气 德意志银行立刻发出示警 说如果德国一旦没有能源从俄罗斯来 那么德国的经济衰退将会非常严重 而这波地缘政治的危机 加上德国三月通膨的年率是7.3% 创了40年的新高 让德国关键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不断恶化 预计消费者信心指数在5月份会降到历史新低 会变成-26.5 德国的经济部在星期三 把2022全年的经浆预测再下修 目前已经调降到2.2% 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 在下修2022的经济成长预测 从1月预估的3.6% 大幅调降到2.2% 同时还上修了通膨预测 德国上一次出现类似的高通膨 是1981年两亿战争爆发 同样引发油价暴涨 无不直接影响民众的消费心理 但此刻还不是最糟 德国智库GFK的最新民调指出 这份关键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还会在5月荡到历史新低 如今老百姓上街采购 必须处处精打细算 驾驶们开车加油 心在堂血 传统市场里的摊贩也很有感 时乐之间磁炫性值的食品配发中心 门外排队的人一天比一天还多 因为在这里能够买到相对便宜的 食物和生活用品 为减轻大壮的生活压力 德国农业部也在最近加入了 消费者团体的行列 诉求废除蔬菜水果的增值税 专家警告 停止性通膨的风险持续增加 因此民众就算有钱 也会等到危机缓解后 才会愿意再次消费 同样受到通膨和半导体工艺短缺的冲击 德国汽车大厂兵士 最新一季的新车出货量下滑10% 却还是赚钱 与此同时 德国也在加快脱离俄罗斯石油 位在布兰登堡邦的施维特炼油厂 是德国境内唯一一间处理 俄罗斯进口石油的炼油厂 目前德国已经做好接管准备 不但把俄罗斯石油的占比 从35%缩减到12% 只剩下消费信用图 就在这周三 俄罗斯中断天然气供应 到波兰和保加利亚的消息一出 德意志银行执行长 也随即发出警告 表示一旦监运俄罗斯的能源 将使得德国经济步入衰退 但德国经济部仍看好明年前景 将2023年的经济成长预测 从之前预估了2.3% 调升到2.5% 只怕能挺过这场能源转型阵痛期 TVBS新闻正好报道